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另有引擎 不过这一起死亡命案 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最主要是因为它发生地点 竟然是在五星级的Double Hotel 五星级饭店有没有可能 因为它比较保护客人的隐私 它比较隐秘 甚至于它不能够随备被领检 而成为治安的死角 而成为犯罪的保护伞 在今天要带您来做关心 好 我们刚才来介绍 在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是 新新闻副社长陈东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资人媒体人吕文婉 阿官好 大家好 前新市警官高仁和 阿官好 大家好 资深社会记者刘俊耀 阿官好 大家好 资深社会记者丁学伟 阿官各位观众大家好 珍惜业者炮哥 阿官好 大家好 以及见识专家谢松沙先生 阿官好 大家好 好 刚好带您来看 这一起发生在Double Hotel的 李奇敏案 新一区知名五星级饭店 惊传妙邻女子 一次服药过量死亡 记者车司机表示 死者是由两男一女 被从饭店里面送出来 当时全身上下 只有穿着浴袍 送上计程车的时候 已经昏迷 当时过去女子 被两名男子背上车 两男队问讲说 她喝太多酒醉 随后便送往国泰医院就职 没想到一到医院 竟然改口 喊医师说 是吃过多安眠药 立刻转往荣种治疗 事发地点就在知名饭店 25楼的豪华客房 一晚就要价1万元 警方发现 2号晚上10点钟 一名男子就先来开房 两天后 郭姓女子才由 红姓男子带领上楼 没想到7号上午 突然陷入昏迷 转月荣种后 晚间7点钟 还是宣告不至 这名女子 事实上 在离开达瑞饭店的时候 就已经 这个意识并不是很清楚 是有人搀扶上计程车的 是开爬服药过量 还是利用引擎 警方还在查 而陪同送医的红姓 及江姓男子 也已经通知他们 到案笔录 只是死者 疑似有被性侵的迹象 五星级饭店中的狂欢趴 恐怕不单纯 陈立群荣航王成伟 葛柔张哲豪 台北报道 这起临行命案 确实很可能不单纯 因为嫌犯 也就是 租这个房间的住户 一租就租了五天 而且 送走那个女孩子之后 就消失不见了 有没有可能是开毒品趴 像今天 W 这个 五星级这个饭店 它是一个新的一个 规模算比较好的一个饭店 但是它现在今天发生这个 女孩子猝死这个事情 我个人觉得它是 有可能 极大的可能是在里面开毒品趴 像我们以前在 类似今天W五星级这种饭店 我们以前办过五星级的案子 我们曾经抓过一个毒品案 那这个毒品案 我们监听了一个毒贩 监听差不多大概有四个月 那每次都只有听他讲 他们只要想要交易 那个量比较大 那个毒品量大的时候 他就会到五星级的饭店里面去交货 那每次他们讲的 因为那个地方最安全 警方也不能随时领检 对 第一点五星级饭店里面 你警察进去 他根本就不问你透露任何 他们住户的隐私 命也不会跟你说 担当尾也不会跟你说 所有任何的资料 一概都不会给你 那所以我们明知道线索 你们就是有点交情也没有用吗 没有 完全没有 除非他里面死人 除非他里面被开枪 我不知道可能跟你叫警察来 不然是不可能进得去的 那第二个呢 我们之前抓的那个 他们是今天我们听到的 他都讲中原饭店 中原饭店 对 中兵饭店 我们就上网查 中原饭店 中兵饭店 姓凯饭店 怎么想 就怎么找也找不到 姓凯饭店 怎么查不到 后来刚好 我们有一次回到我们的单位 在我们辖区里面实施扩大领检 在一间宾馆里面 我们当时要逮捕的这个叫姓黄 黄贤 他 在我们在领检这个宾馆里面 查获到他的女朋友 查到他女朋友的吸毒 吸毒还有另外一个事 他女朋友又劈腿 又跟另外一个异性在那个房间里吸毒 让我们抓到 抓到之后 我一看到他的名字 这个名字好熟悉 我抓过一次 我说你不是那个小美女朋友 她说你不要跟我说 你千万不要跟我说 我说可以 不要跟我说 没关系 后一段要怎么教她 你跟她说 我就问你 你每次去的中兵 所以他有爬墙的把柄在你手上 我说不要跟我说 我说不说没关系 但是你要告诉我 什么叫做中兵饭店 什么叫做中原饭店 他说那是代号 中就是中山区 中原就是中山区元山饭店 中兵就是中山区国宾饭店 信凯就是信义区凯业饭店 所以那是他们的特殊术语 电话中间听不懂 怎样听你也想说 奇怪怎样这个饭店 差点差也差没 没办法差 市车旅馆的名字 是啊 结果他们刚好 这个女的交保回来之后 她跟我联络 她很怕我跟她的 改天她的男朋友被我逮到 那可能不得了 她真的塞在那里跟她说 她用我的名字 去做一台车 用她的名字 去煮台车子 我多久要点到她 她说要点尾山饭店 中原 中原饭店 中原饭店 尾山饭店 开我这台车 出租的车 尾山饭店的停车有这么大 她停车场很大 在停车有交易喔 不不不 饭店里面 饭店里面交易 对 但是你不能去啊 我说你去尾山 中原那位 那位女生又靠 不不不 他们又改租了 他们去信凯饭店 去... 信一去凯月饭店 这样我知道了 是马上原山饭店 啥 又拉到凯月饭店 那里是个停车场 她是地下室停车场 那也不晓得她进去了没 车不知道你去哪里 人不知道 要等也不是 不等又不可以的 要在门口等 还是要下去地下室停车场里面等 因为我掌握车号了 知道车号了 是 就想说 不然我来地下室看看 因为地下室下去 你就要先拿车 万不然他要上完 你就不负了 因为漏洩掉很多机会了 那后来我们就在门口选择说 我们把车停在对面 看他的车真的来了 下去地下室 我们就跟着车 下去地下室 他车停车的时候 台月要停车的时候 我刚才停车车掉了 我就问他车掉了 他要开车他一定会拯救我 我就跟他拯救我 反正他要交易多久 我们也不知道 是 但是基本上 我车故意把它堵住 他上去肯定要管理员通知我 我有留电话 母亲在那边车上哭哭蛋 你发动也很怪 所以我们就上去喝咖啡 而且有时机饭店他都会随嘛 感觉你很奇怪 对 我把车抬得很紧 他贴得很紧 他门没办法开的 一定要透过我上面的电话 通知我 我才能下来帮他开门 所以我都在上面去喝咖啡 去楼上咖啡喝 差不多点多钟 两点钟 管理员就在家庭 你车一台车车整个车 停在楼上 我说有 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感觉到 他说有人要来开 要让他开来 我的天呐 要让他 让他抓到了 让他抓到 起货现实 我乘充的肝脑 起货1.4公斤的安非他命 公斤 104公斤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得知 他去哪一个房间 也不知道要让他抓到 也没有办法上去 我一能够就是把他车堵住 我完全不知情说话 所以据说在五星级饭店 抓犯罪 经常是埋伏在停车场 一定要埋伏在停车场 三天三天就都埋伏 都放在那边 好 有没有可能是吸毒致死 阿先生 当然有可能 不过这个基本上就要有几个方向 第一个现场你一定要收证 像这个比较属于异常死亡的 就是不是自然死亡 第一个我们现场要收证 这对一定看看有没有一些毒品等等这方面 那垃圾桶也不要忘了 那另外要看有的人可能跑掉了 对不对 有的人跑掉了 我们看里面到底有多少人 除非他是做现场很完整的清理了 先看什么人到 然后再查这些人 这些相关的人的前科是什么 如果一查都是有毒品前科 那基本上很可能就是毒品趴 那现场的垃圾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毒品的残屑 一些包啊 不管你是咖啡包还是什么包 另外再过来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医院的记录 医院要送医的时候 他是欧卡 到的时候已经到院死亡 他是到院死亡 是在医院之前就死了 还是到医院之后 对 做了什么急救 那急救的状况怎么样 等等 然后医院他到的时候那个状况 比如说口吐白沫等等 抽搐等等 这些其实很多跟毒品等等这有关 不过到医院一般他们都会抽血 抽血先要了解说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先从医院的部分可能看他们抽血 一般有会怀疑说可能是不是毒品的 那毒品等等他们要做怎么样的处置 那这个案子因为还有转院 还有转院 所以相关的医院一定要去问 相关的资料要收取 不过现在这个已经出了命案了 人死了 人死的依我的看法其实太多了 因为你如果在五星级的这种 这种酒店警察没有办法去查 那个地方开趴什么的 讲实在最安全的 甚至包括你要做什么案件等等的 基本上也是最安全的 为什么最安全的 虽然目标很大 但是很安全 但是警察进不去 只要你没有死人 没有错 刚刚任何说没有死人 就像刚刚高大哥说 他们只能够窝在停车场 只能在那边等着 你也不能冲进去 饭店也不理你 所以这个案子因为除了命案了 当然了你就要进行相关命案的采照 不过最后这个案子我在想 检察官还是要解剖 因为你不解剖 你根本不知道他吃了什么东西 而且他下庭有红肿 那下庭红肿的话 是不是跟性侵有关 性侵可能有 可是性侵并不一定是 那个致命的一个主要因 可是性侵如果跟毒品 如果你性侵的过程太兴奋 然后毒品的一个 催化 催化之下等等的 可能造成了一些心脏病 还有什么猝食等等 这是有可能的 性侵是一个可能一个动作 但是不是性侵 你没有毒品他可能不会死 可是有毒品 他可能就会造成这样的死亡 一般又有人解读 不排除在里面举行性爱怕 饭店里面也经常会举行性爱怕 是 现在近几年来 在五星级饭店举行性爱派对 是很常见的事情 很常见 非常常见的事情 现在我们开趴 大家说开趴开趴 为什么要在五星级饭店 因为像老师在讲 高大哥在说的 茶戏困难 像我们近期内 比较有名的一个学运女王 就是我们在协助这个 侦办这个 就是之前最有名的这个 刘靖的学运女王 刘巧兰 就是在这个五星级饭店里面 给她查获的 怎么说呢 一开始我们跟她联络的时候 我们就跟她说 有一个Case 有一个Case 30万 你要不要接 他什么都不问 也不问你是谁 他就问说 那要在哪里接 那我们就惊觉说 原本是要安排在一个民宅 让她接 后来我们就跟她说 那这样 我们就突然灵机一动 说这样好像不行 他的意思好像是说 这样没安全 我们在这个五星级饭店里面 名字我就不讲了 他就觉得没有问题 好啊 那这个对象是谁 多少钱 好 这个对象是谁 我们都会来问豹哥 不过当时 刘巧兰爆发 蔓延风波的时候 也引发了渲染大波 一度一个话玩 就是被人家设计 也没有 就是被人家设计 就是你跟他讲 不要怕 我就是之前 白天给清花 然后晚上会去酒店 我批天罗吧 陪酒 然后我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 然后后来这么大一笔钱 我承认我的心态是不对 否则我不会被设计 那以后 就是一百万一千万 也都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都没有睡 然后我一起来就是酒 然后我一直喝到水前 我根本就不敢一个人 你知道我女儿 我一生会教学 我妈妈不要我女儿去 她怕我女儿都会想 本来如果我女儿 你不能去就乱了 因为我女儿都不能去 你知道我好辛苦 我爱你 好 这是她当时痛哭的画面 炮哥 你们会跟刘乔安联络是 真的是为了要介绍行李 还是另有所图 当然以我们的职责所在就是说 当然我们是听说啦 听说他一直跟人不清楚啦 这也许像俊耀哥他们都有风声嘛 可能他自己下跟人家不清楚 所以有人故意要踢爆他 对要踢爆他 所安排的钓鱼计划 对 不像台面上说的说 是这样子 人无人流的 他其实就是一个什么人 要踢爆他 所以他其实是为了踢爆他 不然你们跟他联络 他不愿意在一般的民宿 也不愿意在一般的民宿 他要在五星级饭店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哪里很重要 你要在哪里交易 对 那我们当然是跟他说 那就五星级饭店 他说那好 没问题 才问我们说 那多少钱 对象是谁 这样子 我们才跟他说 这个多少钱 对象是谁 怎么样怎么样 那有一个 其实大家都不太清楚的原因是 我们跟他 跟他联络的过程中 当然他有问我们说 服务的内容 那当然服务的内容 就是那么一回事嘛 当然他有跟我们讲 他什么都行 当然什么都行 意志很多嘛 那他说玩什么都可以啦 那我们也没想那么多 我们就是 反正能 如果有我们就踢爆他就好了 后来 反正你不是真的为了要做生理啦 对 后来 到了房间里面 有一趴是大家不太知道的 但是在周刊里面的照片里面有 如果大家清楚看到的话 他为什么说什么都能玩呢 我们到 到了饭店里面去的时候 后来 协议以后就 我们本来原本就是不交易 我们就是不交易 后来不交易之后 他就 突然在我们面前换衣服 突然在我们面前换衣服 他说那好我要走了 那给个车马费我就走了 我说我赞人可以吧 他就突然在我们面前换衣服 你也不去厕所换 在面前换衣服 后来 在他的那个内裤那边 就有一包粉末状的东西 但我们当时我们有 可能是毒品 对的 但我们不敢问 可能他为了迎合客户 可能 假如真的有交易 可能会开趴或什么的 那我们也不敢问 所以那天 他的意思也是说 我绝对不能白来 对 我出门我的鞋一定要收的钱 对 对 不然你能给他钱吗 有 有给了一些车马费 那就是 给他回去这样子 好 所以才会有那些画面 对对对对 那中间就是我们看到说 还有一些 好像有个粉末状的东西 但我们那时候也不敢问 但是 意思就是 在这个场所里面 很有可能都是要开趴的 准备要开趴的 好 那五星级饭店沦为迎哭 这种事也不是第一次 对对对 五星级饭店竟然变成 应召女郎 在大厅直接揽客的处所 这个很多 像我们之前就 有 其实媒体就有常报导 其实现在的 在市面上 市场上 所谓的一楼一缝 大家就是说 那是一楼一缝 现在都 现在台湾也很流行 这种东西 就是一个房间放一个小姐 房间里面有一个高年 那高大哥可能最清楚了 这个像这个 这种的场所 台湾原本就是我们出的 刚才这个不做大哥已经很久了 对 对 像我们都是在套房里面 现在因为套房茶器 比较容易嘛 要开搜索票啊 要零检都可以 全部都移到五星级饭店里面去 至少二分之一以上的业者 那怎么会好啊 五星级饭店 一夜最后也要四五千块 他如果大量跟他购买房间的话 其实是划算的 团购会比较便宜 对 比如说我一次跟 我包三间房间 五间房间 我一次包一个月 哦 长期 对对 长租啊 我们跟旅行社配合 我叫旅行社帮我拿房间 所以其实 跟旅行社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旅行社又是变人头 每天都可以换房间 而且客户又安全 那他们就直接 就在五星级做生意啊 没错 而且五星级 你以为五星级就这么好 其实五星级也都买通的 它里面的 什么房间啊 什么的 集也都知道 都知道 没有不知道的啦 那一间房间 一公里可以购多少啊 我跟你说 那真的会好啊 一个房间一天 如果用五星级 一天至少可以赚一万块 一个房间 至少可以赚一万块 一个房间 就上一次啊 王朝酒店 我们就把他点名了 因为他上次是被抓到了嘛 他一天赚七万 一个房间啊 一个房间啊 一天赚七万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呢 那翻桌率蛮高的耶 还玩笑 我也要翻桌小人 他就跑个的话 高警官一定非常清楚 我想他到里面去 通常卖银 一到两个小时嘛 你就是 就是 就开始在翻了 而且 其实那个人不是那种 记你啊 不是在一楼大厅在那边揽客 是鸡头在那边揽客 是鸡头揽客啊 是 通常不太敢在大厅里面揽客 因为什么呢 因为 像我们去有些 饭局妹啊 饭局妹如果穿得很辣的 那个是都不做外场的 穿得很保守的 那个都是做外场的 那做外场的呢 他在大 在饭店里面啊 酥酥酥酥 久了之后 饭店眼尖的人也会看到说 哎哟 这个人是谁 安全室啊 每个饭店都有安全室 对不对 安全室的人啊 他也许有被买通 被买通话他会注意说 哎哟 文婉常常出禮室 他会去了解一下 他到底是在干嘛的 所以 賣淫的人 通常他不会在那边进进出出 他就直接住在饭店里面 一天 我想 他连room service 我吃三餐 都要做什么 他都不用出门 只要到他check out的时候呢 我跟你讲 他是 是因为 鸡头要帮他换房间 不是他真的要check out 他是换到另外一个饭店里面 再去一隆一缝这样子 所以 对于嫖客来讲呢 他就有新鲜感 我这汪潮住一住 我也可能到另外一个地方 信凯饭店 还是中原饭店 中原饭店啊 去那边住的 他有新鲜感 所以一天呢 一个房间 最起码七万块钱 利润非常高 好 这一起案件 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是因为他发生在 W Hotel W Hotel 那是 台北市很出名的大饭店 而且是五星级饭店 所以贵得要死了 一个晚上一万块 你还不见得定得到 那说真的W Hotel 之前争议也是蛮多的 对 其实你看这件事情 其实三年前 W Hotel就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 那时候也是一个女客人 在里面 喝酒 喝酒之后有吃药 吃药的时候呢 就发生状况 然后有一个男的 那时候打电话 也是通报 通报以后呢 就有救护车要来 救护车要来的时候 因为他的那个 W Hotel的那个 大厅Lobby 不是在一楼 他在上面 不知道是十楼 还哪里 所以你救护车 你只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 你在地下室的 那个电梯那边等着 第二个呢 就是你要到十楼Lobby 那边去等 那他们到了十楼之后呢 那不能直接到饭店去急救吗 不行 房间去急救吗 不行 就是不行 饭店就不让你过去 所以他们就只能在那边stand by 然后饭店的人呢 可是已经很危险了 有黄金救援时间 是啊 可是他规定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他们就 那个救护车员看到什么 是饭店员推着一个轮椅 把这个女孩子送下来 那当年 当年的时候 他的贵民主度大概是3 你知道3 是非常危险 很危险 很多人到了3的时候 就变 要么变植物人 要么就变 就走掉了 但是他就这么规定 就是告诉你那么硬 那当时侯特尔 其实还发生过一件事情 大家可能忘记了 所以据说后来 W Hotel 还被消防局告了 是 可是不了了之 告他什么 告他 妨碍公务 可是后来是不了了之 W Hotel 还有其他的故事 因为到了晚上 W Hotel 那个十楼 他呢 外面有一个游泳池 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 像个喝酒的个吧台的地方 白天呢 是住宿餐 晚上就变成酒吧 很多台北市最漂亮的女孩子 最时尚的人 都会在那个地方 就是在游泳池旁边 喝鸡尾酒 或喝酒 那喝酒很贵 比如你开一瓶香檳王 就是一万多块 就是一万多块 你开一瓶 只要好一点的酒 就是差不多八九千 那有一个人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 记不记得那个 阿帕西贵妇团 阿帕西贵妇团 当然记得啊 有一个女生 有一个女生 叫朱凯威 是贵妇团的成员之一 那时候 那个阿帕西的事情才刚闹完 没想到这位朱小姐 又闹新闻了 他闹了什么新闻呢 他被警方 从W Hotel 靠上手铐 带回分局 他干了什么事情呢 他在 W Hotel 晚上那个地方 W Hotel 是台北市当时 最时尚的地方 所有最时髦的人 都要在那个地方 你没有在那地方 你就先这样就掉了 这家 这女孩子喝醉 他 可是他有钱 他不是没有钱 他先开了一瓶小米网 一万多块 后来呢 又来了一万一瓶 威士忌 九千多块 那我们这位朱小姐就想说 一定是招待的嘛 为什么人家要招待 人家开门 做行李 有什么要招待 他觉得就是招待的 所以当他要走了 是要结账的时候 饭店就跟他讲说 还有第二瓶 九千多块一起结 他发飙了 这位 我们朱小姐发飙了 就开始破口大骂 那犯人怎么办 当然就通知管区 那管区就来了 警察就来了 要牵劝盒 不要那么激动 我们朱小姐忽然间就 叉叉叉就出来了 不然现在是要怎么 讲着讲着 忽然间一个手 啪 过去 我们这个警察 这个警察 打警察 就左眼还右眼 就被扒下去了 哇 他真的喝得蛮醉的 这一扒下去 因为他不会只有一个嘛 旁边还有女警嘛 因为通报说 是 有个女客发酒疯嘛 所以那个女警 马上下去把它制服 制服的时候就上手铐嘛 就带走 带走后 好难看啊 带走的时候 当场做酒色值是0.9 0.9 你看他喝多少 才可以喝到0.9 不是传言被录制买走 是即将可能被录制买走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不禁止传言了 不能讲 因为可能是要完成 而且可能是 可能是破纪录的一个价钱 130亿美金 因为 130亿美金啊 是 130亿美金 是多少钱 130乘以30 快要4千亿 因为W6 它所属的是喜达乌集团 喜达乌 比如说 在立法院旁边 很有名的 以前我习惯叫来来 其实叫喜来的 现在叫喜来的 是喜来的 它就是属于喜达乌 这个集团旗下的 它一共有9个连锁品牌 那W5是其中一个 而且W5的定位非常清楚 高单价 时尚 潮 就是要潮 它就是个潮店 所以为什么很多 趴路许的那个地方 那前一阵子 本来是128亿要卖掉 卖给万豪国际 可是这时候呢 忽然间出了一些 一个陈藻金 什么呢 陈藥金 陈藥金是谁呢 所以万豪那个交易 到底有没有 本来已经要过了 本来已经要簽就对了 对 128亿美金不要开玩笑 可是呢 大陆有一个 新兴的一个保险集团 叫安邦 安邦 安邦保险 出130亿 这么多亿啊 130亿美金啊 而且安邦 安邦集团呢 之前买了什么呢 把那个华尔道夫 也给买掉了 然后还买了一些 老牌的那种度假村 所以 他的大手笔在买 那安邦集团 他今天很好奇 他就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 这个人我们也没看过 但是呢 他的身份是什么 据说 他是邓小平外孙女的女婿 邓小平外孙女的老公 所以是邓小平的外孙女婿 邓小平的怕事 外孙女婿 外孙女婿 不是怕事 然后呢 因为你知道大陆 这也是家事显赫耶 因为你知道大陆的那个 保险执照是很难拿的 安邦是后期之秀啊 而且一下子串起来 就全世界到处买饭店 你看他厉害不厉害 所以不排除 Double Hotel 会落入中资之手啊 刚刚其实东豪也谈到 Double Hotel的定位 它就是潮 是 所以时尚圈啊 影剧圈啊 这些人最喜欢到的地方去 对 而且那时候W刚成立的时候 大家都讲说要看明星 要看那种公众人物 到W去就对了 而且呢 你台北人 你不去W 你就是送啊 像我是标准的台北送 我是去年才去了W 而且就是东豪刚刚讲的10楼 所以他 他说的那个场景 我真的非常印象深刻 我一直在梦想说 我不可以在那个游泳池盘 在晚上的时候 喝一杯香槟 或者喝一杯 那个感觉就是 哇 它好像那种 违格的感觉 你知道吗 它的那个灯光 包括 对 包括它的这个 整个装潢 非常非常 就是很罗曼蒂克 让你们会有一种昏昏 它有那种红色的 很迷迷的感觉 对 阿光为什么好像 没去过的感觉 没错 我去过 我去过 但是我心里的OS是 你如果去过违格 你怎样 它跟违格的感觉一样 我觉得它比违格还好 我觉得它比违格还好 对 那个感觉是更高档 那我要讲一个故事给他 因为今天提到W饭店 对不对 我那时候后来在去年 我同一时间听到W相关的消息 让我非常的震惊 原来W不是只是我们看到的 十楼可以在那边吃Buffet 或者晚上在游泳池班喝杯香槟 旁边都有很多房间 原来它有一种房间 它有一款房间 是高档到一个晚上 三十六万五千块 总统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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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要先讲说 我看过那个照片 然后据可靠消息 这个人拿给我看的时候 我真的叹为观止 他至少我觉得上百瓶有 然后他是挑高的楼中楼 所以里面包括 还楼中楼 楼中楼 所以你可以看到游泳池 你可以看到游泳池 你可以看到很舒服的沙发 它就像一个很大型的Villa 就在那个那栋建筑里面 我看到的感觉至少我是这样 这样认为 因为我没有去过 然后呢 这个我先讲说 那一天呢 给我这个照片看的人 这个可靠消息 来源的人 他呢原来是跟圈里面 一个应该我这样讲 他是女神级的人物 在艺能界 是女神级的人物 然后呢 黑白两道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好 那呢 为什么给我看那个照片 他说他们前阵子呢 其实 这个呢 女神级的人物 心情不好 有什么心情不好呢 那陈子一定要上 新闻版面 然后呢 都是负面的消息 是非太多 他觉得很鬱子 要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他呢 有很多 我说五湖四海 他认识的其实都是 全台湾的黑白两道都 都很照得住的啦 反正都是大哥级的啦 可是这一次是谁出面呢 是中南部一个大哥级的兄弟出来 就跟他讲说 啊 那个 女神不要伤心 对 女神啊 你这么难过 来 兄弟帮你好 送一下 所以呢他就 当天晚上 他居然就租了那个 几十万的总统套房 然后做什么呢 据我了解 那天至少快二十个人在里面 男男女女 男男女女都有 然后呢 他们完了 当然刚刚讲的 九一定有嘛 一定要九住性嘛 然后再来呢 除了那个女神级人物之外 我看到的那个照片里面有很多 真的是 我觉得如果是传播妹 我觉得没有那个等级 非常的漂亮 那个身材好到你无法想像 穿着 穿着我这样讲好了 不能用薄纱来形容 薄纱是还有一片叫薄纱 它是单点式的薄纱 这样有想像空间 单点式的薄纱怎么穿啊 三点不露 三点不露 可是又看得到 所以又贴的是吧 单点式薄纱这样子 可是依稀可见 非常非常的火辣 好 那他们那天在这个房间 他们总共待了两天一夜 然后做什么事情呢 那个 那我算过就是七十二万 如果没有打折 没有打折 你知道吗 两天应该不会打折 所以近百万没错 然后呢 他们在里面玩什么游戏 这个兄弟 我听了我都觉得说 哇 真的大哥都这么有钱吗 因为这个女神集不开心嘛 是 最近期末一半 好 我们玩一个游戏 来 当场所有的大哥 我都会不从小籃 只要对 她的女神说 不好笑 我还是不开心 姐姐我还是不开心 一把就是五万块 好 不要难过来 五万块给你这样子 只要姐姐不开心 所以只要不开心就有五万块 对 那她就会一直不开心下去 你讲对了 那怎么可能会开心呢 所以一整晚 就是说那女神级的人物 她就说不好笑 不开心 然后那个前面的钱 就一叠一叠又一叠 就这样子堆积如山 那堆到最后的时候 她就开心了嘛 那还是堆到最后 因为酒精嘛 我想讲 喝酒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 其实我觉得他们可以想见 后来他们是玩在游泳池 是完成一片的 然后后来她就说 其实很多细节不能讲太明白 可是到第二天大家醒的时候 那是来了一阵大风吹 怎么讲 也许我跟高先生 我们真的不熟 我们当天第一天认识的 安妮奇介绍 可是他怎么睡我旁边 那你就会知道 那个是多混乱的一个状态 酒池肉铃 酒 酒池肉铃再来就是客药 全部都在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里面有毒 有戏 有所谓的酒精催化 再还有金钱交易 所以五星集叛典 这种趴我年轻的时候参加过几次 主办的人其实呢 那你每次醒过来旁边的人都不一样吗 我都没有醒过来 我到现在还睡在里面 主办的人是那个身份就很特殊了 他是一个警官 这个跟他以前是跟他同公司的 警官办趴 那他呢 你们也是在五星集饭店吗 对 为什么在五星集饭店 因为他所招待的客人 有司法官 所以司法官不方便在很多地方出面 所以说会有司法官 那同场呢 同场共同演出的呢 还有一些黑道大哥 真的 以前二十几年前是这样子的 那为什么在五星集面 我就说你怎么选在这边 因为呢 方便啊 什么方便呢 他啊 他自己个人啊 他后来 因为正风市在跟他嘛 因为传闻他已经是很收费啦 干嘛呢 用毒品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他在很多家的饭店啊 他都有一个固定的房间 而且他还有一部车子 在他们地下点灯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以前专门在抓毒品 所以他非常清楚 依照警方的领检规定 那这领检规定哦 不可以随便去领检 为什么 尤其是五星级的 因为怕损及国家形象 因为观光客在里面很多哦 绝对不可以 所以说他为了 所以说领检作为规定 显得很清楚的哦 OK 好 所以说他很清楚 这就是一个漏洞 所以警官他自己就在那边 开趴用毒 干嘛 还有什么 收费 嫖记 那为什么每一家饭店的 停车场都要停一部 他自己的车呢 因为他这样子 出去的时候呢 因为怎么 跟正风市在跟啦 他一定有好几组人在跟 他今天开这个车 明年开那部车 所以在每一个饭店的时候 他在饭店里面干嘛 换车 所以他狡兔多哭 而且狡兔多车 而且都是五星级饭店 像刚才讲的姓凯 中京 中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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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京我知道 不是中原 中京我知道 中京 吴玉生那一家啦 不是 他讲这个 不是不是 不是吴玉生 不是吴玉生那家 中京 中山区的 中京 吴玉生那家是中维 中维 所以呢 我以前参加这种趴的时候 就发现说 哇原来五星级饭店这么好用 因为他自己讲的 他说因为调子不会来 因为他自己的调子啊 他绝对不会有人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呢 所以很多人后来 连毒品的分 分装啊 都选在那边 都选在五星级饭店里面去 所以抓赌 就像高警官刚刚说的 就是在地下室卡住 所以上次很多的 在哪边桃园的啦 还有在哪边都查获的 一次 都是一两公斤就算了 金额都是上千万 在车道啊 开起来都千多万 现金在那边做毒品的一个分销 所以那个警官 后来当然出事嘛 因为他已经被 抓去关了 被跟很久了 所以那种趴啊 只有 也就是高阶 那时候算中阶警官 中阶警官 他有那种手腕跟脑袋啊 就在这种五星级饭店里面巡回 所以说台北市的 他至少有六七家 都是他固定配合的 所以他的小三啊 也每一家都不一样 他有一个案外汉 这个案外汉 你们两个都知道是谁是吧 我知道 这个我很熟 他的案外 他很聪明 聪明到你不可思议 他没有把他当作 行到当作偶像的摆 他有一次 他到五星级 没人会抓的 但是他有一次 他小三啊 有一个化妆包 放在头上的车身上里面 还有旁边就一首新的内衣 多漂亮 那很贵 他说这首开路一两万这样 他没有 他没有拿到小三啊 他没有穿她的车 上他的车 打开看了化妆包 好 两个说 起床妈的 眼睛比我发小 你转到变外头里的 他人后就是我们这个 我说这个警官现在在转 你不要转 你不能转 那政务 那是真务 我们转 那个化妆包是真务 那明明是他小三的化妆包 他老婆说 那怎么办 有我的指纹 我帮你处理 以后不要乱动我的东西 警官也不能相信 信得像信 真的 蒋万安的老爸叫什么名字 张孝岩 这叫蒋孝岩 中金就是 中金事件 中金就是 蒋万安他老爸 蒋孝岩那一家 所以五星级饭店是反倒变成了保护犯罪的地方 变成很多犯罪就在五星级饭店里面 那其实二三十年前 还没有这么多什么中金 还有什么信凯那种的 那个时候其实最有名的 其实就是来来饭店 你知道吗 因为来来饭店离法院禁 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常常站在那个咖啡厅门口 就看到里面有好多大头 这些都是在电视上看得到 就坐在那个咖啡厅 就在那个走道上就在那边喝咖啡 而且你知道那个地方就是很多政要 尤其在楼上有一个俱乐部 17楼 神秘的17楼 那个17楼 说实在话 你只要去那边吃东西 有时候你走错间的话 马上就有饭店的人会走过来 请你说不要靠近这边 所以那个时候你看 那其实来来饭店这么深言 对不对 它后来卡到一起 国际间的那个一个绑架案 国际绑架案 对啊 那大家都知道那个 香港有个叫公儒心小甜甜 小甜甜 香港女首富 对啊 亚洲第一富婆 亚洲女首富 对对对 那时候她老公叫王德辉 她一辈子就被绑两次 她第一次1983年被绑的时候 那时候是1100万美金 那时候钱也是洗来台湾了 你知道吗 那个其实洗钱 因为那时候常常有地下那个会队嘛 偷偷都是用银楼叶 我今天就说 你今天钱回来我吃点 那个洗钱洗来我这边 这个银楼就确定说 那边确定说已经钱拿到了 像东豪在香港我在台湾对不对 他已经拿到了 拿到打个电话给我 我说好 那你就来台湾 某个户头你就去领钱这样 这中间一次帮我去汇区的时候 东豪我这里受到你那会儿 那是上三角贸易啦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就只要中间能够打平 所以那时候很多汇款的钱都进来台湾 那可是第二次啦 1990年那个时候 王德辉又被绑了一次 这是没办法的 就绑第二次啊 对 六千万美金 投期款是2.8... 2千8百万的美金 也是利用这个方式汇进来 汇进来说 一天不到一天的时间 4.7亿台币 去命了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就很奇怪 怎么这么快就 台湾这边车手这么多 全部都拿完 那钱放哪里 不能轻轻放啊 像之前那个 有那个国际洗钱 那个钱就是带在身上 还怎么丢到山上的 那这次不是 他全部都运去放在哪里 来来饭店 那为什么会被迫 你知道吗 其实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调查员 那时候你是不是有 跑这一则新闻 对啊 那时候就有 那时候就有 那时代像你又在走新闻的时代 那个时候台北 为了这件事情你知道 那个有一个调查员 就刚好去来来饭店 我就跟你讲说 那时候就是 会到处洗嘛 是 调查员跑去来来饭店吃饭 吃饭的时候 他就坐电厅 就突然间看到说 欸 怎么说 莫的抓生亡一生一生 一直跌在那个电梯里面 一个女孩 突然拿了 他把红包来叫 他叫我去抓生 他老公是一间 很有名很有名的 老公的老公 我去行李 我第一个叫 他那个 不让你上去 我就跟那个 那个小姐说 这样你们才有办法到那个楼层 有一个调查员 就刚好去来来饭店 我就跟你讲说 那时候就是 会到处洗嘛 是 调查员跑去来来饭店吃饭 吃饭的时候 他就坐电厅 就突然间看到说 欸 怎么都 莫的抓生亡一生一生 一直跌在那个电梯里面 那更扯的时候 就在搬的过程之中 有一个纸箱 就从旁边这样倒下来 一倒下来就 那都一千亡的 整个 那个调查员就在那边就 傻了 你这样一箱一箱的 看起来大概二三十箱 对 二三十箱 他看到的就二三十箱 那之前不知道还拿多少进去 那时候他就很紧张 就赶快回报给那个局本部 那来来饭店那么多钱 为了这件事情 那时候局长吴东明 还有副局长高明辉 还有那个台北县 那个调查站的主任 张明生他们 全部都开会你知道吗 他们就讲说 那有这么多钱 是伟超吗 伟超这么大 比进入台湾的话 调查局不知道 这一定 国安局一定把他钓的 对不对 你说买枪的钱吗 有黑道买枪 怕死人 这么大啦啦 一箱一箱 那钱那么多去买穿 那是要干嘛 是要武装叛变 还是要干嘛 那买毒更不可能 调查局就查气毒品了 对不对 他主要是查气毒品 你毒品既然没有这个线报 所以那时候局长就很紧张 你知道吗 后来开会之后 没办法去问刑事局 看他们有没有线索 后来去刑事局 那个国际科去问了之后 他们来跟他讲说 原来是香港王德辉被绑架 那是赎款 所以那个逼不得已 因为那个钱都已经出来了 你再不抓人的话 这些钱如果又不见了怎么办 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 你很少看到调查员 带长枪去攻坚 而且那个时候 就是知道 来来饭店 平常不是都不敢去吗 怕说弄不错 一弄就拌惊 那一天 所有的调查员 带长枪 就直接检察官 带头就进去 来来饭店就冲 你知道 那个一冲的话 那个现场4.7亿台币 你知道 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还没有点钞机 那些钱 在作案 你有不小心少了几张之后 到时候人家说 你们调查员手脚不干净摸钱 那时候还调摄影机来现场拍 全程摄影 把那个箱子 全部都搬到那个调查局去做 找台营拿点钞机来点 一张一张点 发现那个调查员 那个台营的先看 看了之后跟他讲说 这些全部都是真钞 没有一张尾钞 而且那个算了做4.7亿台币 所有都傻了 才知道 那个案子就是 原来是王德辉那个案子 被绑架的时候 投款2,800万的那个美金 先汇过来 装在纸箱里 后来为了那个案件 你看 可是王德辉那一次 其实他连续两次被绑 他其实第一次被绑之后 他就开到他的鞋子里面 开始装追踪器 可是那个歹徒 为什么 后来会这么清楚 你知道 因为那个涉案的是 香港的一个 退休的那个警长 对 他办了第一次案子 他就讲过 第一次这些歹徒 实在很笨 就留下这些证据 所以他就把一些市政都弄掉 所以他绑王德辉的时候 鞋子先脱起来 丢掉 车子开到海里面 把他载到公海去 你知道 而且你知道 那个时候还有台湾的调查局 有个调查员叫陈其元 在香港那边也有涉案 所以那时候绑架王德辉 跟汇款才会这么清楚 刚刚其实 学伟说 在早年 他是因为很多政治人物聚集之处 所以戒备很森严 据说最神秘的就是在17楼 那么讲 应该讲是17楼跟18楼 因为17楼 它进去的时候 它基本上比较开放一点 所以你坐了那个透明电梯 到了17楼之后打开 有一边是三温暖游泳池 通往那边健身中心 另外右边就通往17楼 这个餐厅 17楼最有名的 一般来讲 我们当记者的时候 那时候有时候被立法人 找去那边干嘛 吃那个黄鱼面 黄鱼面 对 当年大概从200多块一路吃到 现在大概是四五百块了吧 那黄鱼面非常有名 可是你吃黄鱼面的时候呢 因为它是半公开的 因为它有时候 中间还有一些半自主吃的东西 所以你在那边跟任何人见面 都还看得到 那当年从旁边也有一个 小小隔间的 可是呢 在这个地方 因为门口有服务人员 平常人大概不会随便进来 所以已经算 我如果要找个人采访 可以约到17楼的话 那谈起来一路 没有人干扰 可是 真的要谈事情的时候 这是不够的 这时候呢 在17楼呢 要通往这个餐桌的地方呢 它有一个楼梯 通常一到18楼 18楼有各种大小不同的房间 大的 大的房间 所以包厢都在18楼 是 大的房间呢 大概我印象中 打通之后可以摆两桌 大概二三十 二十几个人是可以放下的 而且不会很挤 小的包厢呢 也可以帮你处理成 五六个人的 六七个人的 那 像 过去再怎么样呢 一些比较到立法院 很争议性的法案的时候 18楼就非常有趣 那时候跑新闻 就喜欢看18楼 为什么 比如说有一年 那个 立法院要 要过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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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游戏机 电子游戏机 那个案子当然最后没过 可是因为那时候呢 要 这个东西被立委拿出来 檀面上 不管蓝绿 大家都有很多人 請包袱 也有很多人到处奔走 贊成的有 反对也有 贊成的某一方 都是电子业的大亨 这个电子业不要想成 那个电子业 不然他也有IC版 电动玩具 电动玩具 就在来来的18楼 一个包厢 一个包厢 然后呢 里面呢 就是各路人嘛 黑的白的灰 藏在那里 那里 那个已经有手机了 所以手机一边 就问一下 黑的我是知道什么 白我也知道什么 灰是什么 灰白的 什么叫灰 為什麼呢 他不是兄弟 可是他是黑刀化妝師的智囊 都會在那個地方 那白的有的時候是立委 有的時候 其實警戒 司法官也都有可能 就虎官員 那那個時候就是電話 手機 那就現場遙控 然後掌握 然後現場會有他們的孩子 或者是工作人員 就會辦那個臨時 臨時的旁聽證 就會到旁邊 去看那個會議現場 就從委員會各種狀況 馬上有人回報 因為他沒辦法做 拉一條線做實況轉播 如果可以的話 18樓甚至就會幫你拉條線 可惜沒辦法 所以他們直接在18樓監控 當然 遙控 因為你知道 因為立法委員 政府官員進入來來飯店 是個再正常也不過 那麼講 沒有太敏感的 會在一樓的拉比咖啡廳碰眼 對啊 那個大家都看得到 然後呢 希望隱密一點 不想給人家直接看到 就到17樓 17樓也有咖啡廳 也可以吃個黃麵麵 也可以吃個飯 完全不想讓人家知道的時候 就到18樓 有包廂 你也不用 服務人員不會隨便打擾你 那裡立法院很近 網友什麼事情 馬上就當去處理 政府 你看到一個部長 市長 或者一個市長 進出來來飯店 也很正常啊 那這個呢 就是來來飯店 為什麼那個地點這麼獨特 永遠有很多故事在那個地方 而且有它的不可被取代性 據說五星級飯店裡頭 竟然還有流動賭場 這哪有可能啦 近幾年來 因為五星級飯店這個保護傘太可怕了 就是像俊二哥剛剛講的 這個有一個形象的問題 我們不能亂領檢 導致這些 比如說槍 毒 甚至賭場 全部都用五星級飯店 五星級的飯店 當作這個犯罪的溫床 比如說 我們常聽到說 這個進口的槍枝 用五星級飯店來收貨 都實有所聞 在五星級飯店收貨 對 五星級飯店有一個很特殊的服務 比如說 那個 我打電話去說 我是那個 五四的娟姐 那你等一下我晚上會來入住 你先幫我收一件貨 他一定幫你收 他一定幫你收 因為他服務至上 代客收貨服務 裡面 只要有內應 比如說收貨了 這個 那個丁大哥裡面是這個門房 去簽收 去簽收 他說 出事了 警察來 欸 拔個拔個 有警察來喔 這不要來領會 他也不可能辦五星級飯店嘛 收了就算了嘛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保護傘 再來 大概兩三個月前吧 也是這個信義區的五星級飯店 他們就是像 像我們講的就是說 這個 他租了一個總統套房 當作流動的賭場 職業賭場 在信義區 在信義區的 他就是租窗戶套房 他一天應該是沒有那麼貴 大概十幾萬 那這個是誰交的 這個也是警方交的 警方說你一天 一個月你就來一天到兩天 一天十萬 你來這裡走 甚至房間都是他幫他安排的 還有打折 那為什麼只能說一兩天呢 因為躲避茶器嘛 比如說像那個 剛剛最清楚這個 警方茶器的流程 比如說我今天 確定這個裡面 這個有職業賭場 那是不是我要先偵查 偵查要拍照 拍照要請搜索票 至少要兩三天的時間 那你一個月你來兩天 等你搜索票到了 人早去流口 可是他如果是流動賭場 會不會很難摳客 不會 他們這個 客員已經早就是口袋名單了 譬如說我今天 學位哥 今天在食肆的山頂 來好嗎 軟的 沒問題 讚 這段我都聽不懂 食肆的山頂是什麼意思 譬如說俊翰哥今天一場 我們在來來飯店 十五樓 你晚上有沒有空 有空來賭一下 玩兩把 譬如說 攪拐 不管你攪拐開的 拌麵就撞在那裡 他不會管說 你這個東西在哪裡 因為我們早就已經有 這個賭客的名單了 他們口袋有術語 對對對 早就已經名單 口袋名單早就已經在了 五星級飯店 除了可能是犯罪的溫床之外 事實上五星級飯店 也斷送了不少政治人物的 政治生命 那最有名的 大概就是黃顯宗 黃顯宗大概就是 他們政治生命 就在五星級飯店裡頭斷送的 他其實是真的蠻悲哀的 因為這個事情搞得大家 他不是他而已 其實那時候連那個台北市 一時之間 那個印招戰真的風聲鶴唳 其實以前警方他們在監聽 這印招戰的業者 他們都是講術語的 譬如說 我要去老地方 還是說我要去 去英哥 我要去英哥 英哥幹嘛 英哥買陶瓷啊 英哥什麼意思 燒瓶子 英哥是不是很多的在燒瓶子 燒瓶子的台語怎麼說 捏頭 燒瓶子 燒瓶子 去英哥的意思就是 我要召寄的 那老地方呢 那老地方一般就只飯店 那如果我們經常配合的地方 叫姓凱也好或中金也好 他們就會到老地方去 那黃顯宗就在姓凱 他就在姓凱的2526 那一次2526那一次 那一次是大家簽賭的名牌 黃顯宗就在姓凱嘛 他就在姓凱的2526 那一次2526那一次 那一次是大家簽賭的名牌 2526 2526 那一個房間叫2526 可是那天是這樣 那天是黃顯宗他自己 他本來在楊醫師那邊打牌 楊醫師在台北很有名 立委圈 黑刀大家都知道 那邊也經常會開槍 他是真的醫師嗎 不是 不是醫師 他以前是做三溫暖的業者 然後呢 他因為有開槍溫暖 那也等於服務一條龍 那服務一條龍的時候呢 幫忙幫忙這個這個 醫治男生的社務線 所以說他就變了醫生 OK 好 你講他親嗎 大家都大家都對他楊醫師的 OK 好 那他呢 反正他是雞頭 不是 什麼雞頭 他算是高級的 高級的媒介 高級的橋 銀媒 銀媒 他可以撒事情 可以撒房間 可以撒什麼 有的不的都可以撒就對了 有的 因為醫生嘛 因為你如果沒興趣的時候 他也會提供一些補品給你 知識 你知道嗎 所以說他的醫師 所以他叫楊醫師 他的醫師的封號 就在這個圈子裡面就常常 那黃顯宗本來是經常去楊醫師那裡打麻糟 他們打麻糟 他們打麻糟一台五萬台 喔 嚇死啦 我還沒打 因為身體不是一公司才十九萬嗎 我們不是 靠身體在賺錢 對不對 做立法委員 你拿一個名義代表是靠那個 靠那個錢在過生活 好啦 他在那邊打牌 結果呢 他有一個性癖 他的性癖其實呢 黃顯宗他都否認 都否認 但是因為呢 警方去把這些人抓到的時候呢 這些人講出來的 怎麼講呢 因為呢 有兩個 他們那天晚上呢 召集是召了兩個 從大陸來的 畫面上我看到他就是 在當時 非常出名的二五二六房 那是那個時候的兵排 好啦 他們進去的時候呢 因為黃顯宗他有一個性癖 就是他喜歡多癖 多癖就是至少兩三癖以上 所以那天晚上呢 是四癖 你看起來很舒服耶 我跟你講 外表跟內在 真的不可貌相啊 外表跟內在是180度的 像我外表這麼狂野喔 我內心就是非常內向的 所以就進去 進去之後呢 開始呢 因為那一個 那一個啊 雞頭叫做 張惠華 張惠華 是個女孩子 是個女孩子 而且呢 他長得不錯 身材也不錯 我跟你講 張惠華還有其他的故事 我代表在講 他呢 好啦 他就是在固定跟黃顯宗在哪裡 那他 到底是他的朋友還是 我跟你講喔 這樣子高級的人 他是不收每一次的錢的 不收每一次 每次我到 奧氣 我就讓你包養就好了 一個月你花多少 還是要送包包啦 送什麼 都用這種方式 對於一個 中央名義代表來講 當然很好啊 那我就 一個月看是多少錢 所以張惠華是他包養的女人 為什麼要他來 為什麼要包養這樣的女人 因為這個女人 他可以幫他叫雞 他們也 他包養的女人還幫他叫雞 他不會吃醋 當然不會 因為他跟他的關係 本來就建立在性 本來就建立在去 英哥的 去英哥的基礎上面 所以呢 他當然 我本來就是找你 就是要去英哥嘛 但是呢 找多一點人 找多一點人去英哥 一起去英哥團購 一起去英哥 團購團購 所以他 然後他就喜歡用藥 大麻啦 搖頭碗啦 自己吃 然後就很嗨很嗨 可是那天晚上他吃多了 不會忍 那楊醫師也 遠水救不了靜火 對不對 就不會忍 他不會忍之後呢 他最後都是 用手啦 怎樣這樣這樣 所以這個都是 那兩個中國的應招女郎 在要拖渡回去之前 被警方逮到的時候 他講的 都是都是 所以江惠華幫他找了兩個 兩個中國的應招女郎 對 然後他們都是願意多批的 因為有些人不願意 有些人願意 好 願意多批的 然後他是一個晚上是 他們算中的 6千塊錢而已 6千塊 可是呢 是一個人6千還是這麼多人 偷偷價錢6千 其實人家都不知道行情 我們知道幹嘛 好 OK OK 一個人6千 一個人6千 我想過 怎麼想到大碗 時間到了 黃險洲都還沒有 還沒有那個 還沒有 楊醫師又遠水救不了進化 對… 所以就好 OK 就這樣玩玩玩 就玩玩呢 那兩個女的就走了 走了之後就張惠華 跟他兩個人玩 可是他就要用多了 昏過去了 昏過去之後 誰昏過去 黃險洲 黃險洲 阿起來的時候他的手已經都被綁著了 綁起來 剩下穿件內褲這樣 是怎麼回事 開始呢 我在想這中間一定有一個轉折是什麼 張惠華就想說 黃險洲你欠我錢 因為以前我給你用那麼多次 我也都沒給你收錢 你要選舉的時候 我還借了一百萬給你 這是張惠華的說法 所以呢 那時候黃險洲好啊 那沒辦法借你嘛 就把那個 所以他是為了要跟黃險洲要債 所以把他綁起來 對 好真的如此嗎 我們來看當時這個事件 重創黃險洲的形象 也因此讓黃險洲的政治路結束 連續接了好幾通電話 那麼是要我親自處理的選民請多案件 要我到凱越飯店的咖啡廳去面談 我寄於明代 然後呢 我就發現我的手腳受到了捆綁 青海派對嗎 青海派對 你有沒有起結黃險中 絕對我指示 到時的情況怎麼樣 絕對我指示 還我清白的 到時的情況怎麼樣 黃險中是課要嗎 課要 課要 我還有很多證據 還有什麼樣的證據 有什麼樣的證據 還有什麼樣的證據 這回有力的證據 玩男人這回是有沒有 絕對有 黃險就喜歡 喜歡去打架 打架我指示 打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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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險周說是選民服務呢 我們堂哥說選民服務 真要求 你現在這樣 一個名證代表都不敢說 我要去選民服務 要去選民服務 就表示我要去照記 很害 好 你剛剛講到他被綁起來 好 拍拍 然後呢 他喜歡 那個張惠華的弟弟有點腦 腦心麻痺 另外 還找了一個姓尤的 是歹咖的 真的是歹咖 都找這些人去幹嘛 當觀眾 黃險說他有這樣的癖 就是說他要演多批 在床上演 那底下還要有觀眾 讚讚讚 是這樣 還有表演藝 他就有這種 找不到 找不到一般的觀眾 就找自己的弟弟做觀眾 找弟弟 找一個那個 真的歹咖的 這個殘障人士 去當觀眾 我覺得是 結果他起來的時候 哇 那個歹咖要拿一支錢 說來 錢拿出來 錢一定要還 因為他就用這個 以前的這個 到底有沒有這個 100萬 這是 所以他等於 被仙人跳了嘛 各說各話 各說各話 然後呢 他就只好 把那一個 他的提款卡 就給了張惠華 告訴他密碼 所以他們四天 總共提了80萬出來 轉帳幹嘛 因為他每天都有一個限額嘛 是 所以就把黃險州 銀行的裡面 就這樣子轉走了 那以黃險州的財力 跟他當時的政治地位 一百萬給人就真好啊 是啊 但是那個時候 所以他那時候 有打電話給楊醫師求救 所以楊醫師才會知道這個事情 所以趕快再聯絡了 台中市的警方 因為黃險州怕事情張揚 畢竟他是一個政治人物 而且呢 前途一片看好 然後呢 他又被拍了裸照 然後又發生這種事情 你說他怎麼辦 他根本不敢跟刑事局講 因為刑事局講 我們這記者一聲就知道嘛 他反而是回到他的家鄉 去跟台中市的警察局局長講 警察局局長趕快呢 暗中去調查 是暗中調查 但是你一上來辦案的時候呢 台北市的警方也很快就知道嘛 後來這個事情 因為楊醫師這樣的一個求救幹嘛呢 輾轉了 曝光了 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說 當然那時候警察局長 黃金黃馬上去下令 這個案子一定要好好的去追 所以才會這麼快把 後來把張惠華 張惠華其實已經 因為風聲鶴唳了 他只好自己出來自首 他自己去投案 那你剛剛說張惠華其實不簡單 不簡單 我跟你講 後來呢 因為我那時候在討論新聞的時候 後來有一個呢 一個很大的銀行的分行的經理 他的姓很奇怪 所以說我就不講 那他呢 就主動跟我聯絡 他是一個非常 爬哩爬哩的一個經理 他說 但是看到 我看到他的時候 他已經非常的消瘦了 他說為什麼 因為他的身家 都被張惠華騙光了 他還拿了一些紀錄給我看 他跟張惠華來往的紀錄 幹嘛啦 什麼什麼種種 他說張惠華就是一個呢 因為他 誰這水水啊 他嘴巴很甜 很有手腕 所以說他很多的這些呢 這個 這不管是金融界的啦 政界的啦 什麼什麼 他的遊走在這一些高 高階人士的當中 所以他在這些人身上 也虛了不少錢 他把他都說 你看我買房子給他 幹嘛幹嘛 是這樣 所以張惠華他能夠 他外面他用 叫林小姐小林 的這種呢 名號在外面混 沒有人知道他姓詹 你知道吧 是因為他曝光之後呢 大家都知道他叫張惠華 是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呢 五星級飯店 像W2這樣子吧 都是呢 這一些人 專門就高檔的應召站 長期呢 包用租在這一些五星級飯店裡面 為什麼 就是要躲避警方的追氣 因為絕對不會有警方 會沒事到2526去嘛 不會吧 不只躲避警方追氣啦 也躲狗仔啦 狗仔通常只能進到電梯 就沒辦法了嘛 對 所以說你也不能 不能夠出 有一些連電梯 他都沒辦法進去 因為他是要有感應卡 你才能夠到 固定的樓層 就現在的飯店 越來越先進嘛 以前的話是還可以 還可以混進去 現在是完全是 完全是不行的 所以 所以五星級飯店啊 我跟你講很多的政治人物 都在裡面 而且但是呢 都是他的助理先走 助理 對 但是他的助理去電房 去幹嘛 拿到卡之後呢 出來交給他 他就直接 戴個帽子幹嘛 就混進去 因為他也怕 他不會自己去櫃台辦 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因為什麼 絕對不會 黃先生 那不是浪產 對不對 他一定是助理 或者是 像小林就等於是他的助理 張惠煩就等於是 黃顯宗的助理 他就先去那邊 就先開房 先把小姐都傳得好誰 黃顯宗只要去 就可以開趴了 都是這樣玩的 所以在五星級飯店 抓盡也很困難 幾乎不好抓 他抓不到 我抓過 辦過一次 我第一次 因為我很年輕的時候 做警察的時候 一個女兒 突然拿了一個紅包來給我 還叫那個抓盡 抓盡也不用拿紅包 人家學長都說 沒有 你同拿這個拿紅包 拿這個拿紅包 所以... 拿這個拿紅包 我錢還給他 就是紅包袋 把他放在口袋裡 抓盡人的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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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幾乎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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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學長 我看不到 抓到四個禮物 對啊 你這樣做事情 真的嗎 真的嗎 我們今天固定都要給他們 我們一天值班 一個... 歐巴桑小姐 來... 是歐巴桑還是小姐 什麼叫歐巴桑小姐 一萬二... 我成那時候才二十歲... 二十歲... 我們是歐巴桑小姐 他看起來差不多... 我了解 好像歐巴桑小姐這樣 歐巴桑小姐 歐巴桑小姐 謝謝啦 是啊... 他來就說... 我告訴你歐巴桑小姐 歐巴桑小姐很大 對啊 你很沒力氣 五四七萬點 收視率這麼高 不是 因為他看起來差不多... 他看起來差不多30秒 歐巴桑小姐 我都不知道30秒 我的頂是多少 歐巴桑小姐來找你 好... 這不重點啦 就是... 他來了之後說 我在你們旁邊雅度飯店 拜託你跟他來... 因為我辦公室的旁邊 不要在樓旁邊嘛 他雅度就是建民權和吉利庫嘛 他說... 我們姊妹都在那裡 我去到現場的時候 樓下根本就不讓你上去 連去也不讓你去 那他確定他老空在手上嗎 確定 跟蹤的嘛 大條嘛 就對他們公子... 他們公子變成... 他們公子是一間很有名... 滷肉飯的老闆 很有名 很有名 有好笑嗎 我不知道 沒有 不是... 不是那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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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好笑... 沒有好笑... 要說清楚... 要說清楚... 我說賺錢一天好... 有你... 好笑... 好笑... 好笑的事 他那一天就是... 這間滷肉飯的老闆 當時... 一天他們的老闆... 一天可以做到... 一到三萬塊 不等 一兩萬... 兩三萬... 民國... 民國... 民國八十年... 民國八十年... 七十九年... 我們去到現場... 我去現場... 我第一個教... 他那個... 不讓你上去... 第一個... 第二個... 不透露住戶... 上去登記了誰... 休息他也不... 都不讓你上去... 反正住戶的隱私... 詳細的個資... 他們絕對不會透露... 跟一般的飯店... 跟那個... 很嚴重... 你去... 跟我說我要認檢... 他就讓你認檢... 開門給你去... 五星級是不可能的... 我就跟那個... 那個小姐說... 不然這樣啦... 你現在... 我也不懂... 我那麼年輕... 我根本就... 也沒有概念啊... 我說這個... 我真的也不曉得該怎麼辦啊... 不然你下一次... 我就說... 你下次如果看到他進去了... 你就直接跟櫃台說... 請不認識的陌生人的臉孔... 你直接訂那間房間... 你就說... 我訂我哥哥樓上... 我訂我哥哥隔壁... 就是叫他們... 那間... 這樣你們才有辦法... 到那個樓層... 到那個房間... 對 隔壁... 房間隔壁... 也進不了他那個房間... 就是... 假設他是住701... 那你就說... 我要住我哥哥旁邊703... 702... 703他是... 1357... 對... 我鼓衝一點... 像那個... 五星級飯店的抓間... 要比一般的Hotel... 成本要貴上至少10倍... 哈哈哈哈... 為什麼... 因為... 你這夭壽工收10倍... 價錢... 因為五星級飯店... 他... 要抓五星級飯店的抓間... 困難重重... 像... 一般的委託人... 要來找我們... 他... 比如說我們問他說... 你的... 配偶... 都大部分喜歡去哪裡... 比如說開房... 他說比如說... 我都去... 這個W Hotel... 大部分我們就要回家... 你沒辦法抓... 為什麼... 因為比如說... 像高大哥說的... 這個... 門禁問題... 然後那個... 保密問題... 根本進不去... 不然就是你要花... 比一般... Hotel... 10倍以上的價錢... 你才有辦法去突破... 那那個10倍的價錢... 錢是花在哪裡... 比如說... 買通門房嗎還是... 假設... 假設這個... 學友哥... 他... 他... 他有監情... 他的老婆要抓他的時候... 比如說在W Hotel... 憲哥... 你不要尷尬啊... 你有錄影... 不要坐我旁邊... 不好意思... 比如說要抓... 比如說W Hotel... 來來就好了... 我去一定要先租一個房間... 所以第一個... 你成本不要花... 一定要先租一個房間... 多花一個房間的費用... 對... 多花一個房間... 比如說... 你也不知道他住在哪裡... 可能... 你不知道他租15樓... 比如說我進去... 我租了13樓... 他租了15樓... 你可能還要去租14樓的... 或是租15樓的... 你可能三個樓層都要租一間... 或是租兩間... 對... 而且你一定要租到他旁邊的... 你才有辦法... 你才有辦法觀察他的動態... 而且一次可能... 不會成... 你可能這一次... 等你好不容易租到房間了... 他走了... 對... 你下一次還要再跟... 要跟... 再跟到... 酒店去... 哪一間不知道... 你的成本花得非常高... 所以那一次你讓你的... 告發人... 就是那個... 歐巴桑小姐... 對... 說他要... 在他的隔壁... 做一個房間... 對... 他說... 我發現我們人... 我們做油湯的... 做滷肉飯的... 兩點半... 兩點半... 沒用什麼... 他們就說要去... 補湯 去補湯都差不多... 6點回來... 5、6點回來... 奇怪... 補湯都特別香... 頭髮都還小便... 一拜... 兩拜... 他都會洗澡... 他覺得奇怪... 你去補湯...補湯回到這麼香... 開始懷疑... 他跟姊妹撈在開口... 他跟姊妹撈在開口... 怎麼補湯不那麼香... 姊妹撈在開口... 說你們這樣有問題... 我們一天就來看看... 結果真的跟到了... 平均兩天到三天就一次... 兩天到三天都一次... 一個禮拜被他們跟三次... 從那裡... 太安全了... 後來那一次... 他就是真的有跟到了... 他馬上就上去開... 開一樣的房間隔壁... 對面... 他門就開了... 但他不出來了... 他也不去都門了... 就等他們出來... 等他們出來... 姊妹不懂了... 去他接問了... 我們在辦公室值班後... 打到就來補湯了... 不是抓到甘了... 是... 暴傷害啦... 姊妹那幾乎... 姊妹他就跟那個女兒... 說到鼻青臉中這樣... 整個... 故鄉害啦... 姊妹情... 剛才... 他第二間分店... 就是現在... 抓到這條小山... 第二間分店... 第二間分店... 三、四、五、六... 後面的分店... 比第一間比較好... 那個分店開不少... 木槳裡面... 所以另一次... 你們也沒什麼功勞嘛... 我們那次... 完全...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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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他建議說... 去訂一個房間... 因為同一時間... 他上去之後... 他說... 他們不是兩個一起進去... 是他們自己一個單獨的... 還是... 樓頂都... 那個小姐都在樓頂了... 對... 已經在單獨的... 對... 所以他一上去之後... 他就馬上也難了說... 我要去找我哥哥旁邊那個房間... 就是我們一個... 所以他說... 他是住幾號房的... 跟他說... 錢馬上付... 五星期... 你就集合他... 看到他... 很大禮... 像這種情況... 你們可以上到樓上嗎? 他已經報案了... 你們可以上去嗎? 報案了... 我們肯定要上去啦... 對... 已經報案了... 你不上去... 凶殺案... 出名就不得了... 上去看到那個女生...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女生... 一絲不掛... 他讓貴先生... 貴先生... 貴先生... 他自己一個美的旁邊... 都... 不說話... 連他爸爸媽媽都在那裡... 七八...